哈囉各位朋友大家早安 大家好我是喬斌 今天呢要來跟大家談談 怎麼樣來增加你的生活圈 然後來增加你的朋友圈 然後讓你可能針對一些陌生人啊 開始敢跟他去聊天 然後增加你跟這些人的互動的情誼 其實這個跟未來你在經營人脈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 因為其實我過去 我過去其實是一個非常鮮少 跟我的同學啊 跟我的朋友聯絡的人 舉番我國中畢業 高中畢業甚至大學到最近研究所畢業 跟我有聯絡的同學 事實上都是他們主動來找我啦 我以前比較不擅長去做這樣的社交 但因為我後來創業啊 我當我需要人脈 我需要一些事業上的夥伴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才發現 當時沒有好好的經營自己的朋友圈啊 好友圈同事圈 都是例行性的 上課完下課 大家各自回到家 上班下班各自回到家 事實上沒有產生一個連結性 或許是興趣上的連結 那但是我之前都是只局限在工作上 課業上跟這些朋友跟這些同事的互動 到了我在兩年前開始創業 開始進入到一些業務工作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真正需要的這些人脈啊 就名單來源非常的少非常的少 所以當時呢 我就也看了一些書籍啊 然後也跟一些前輩去請教 那其實這邊有做了幾點歸 我覺得對你在做業務的朋友 或者是你在創業 你需要一些合夥人 你需要一些朋友 一起來共同打拼經營 其實這些可以幫你把這些名單 從你的口袋名單這邊給篩選出來 那最主要的部分 在列名單的同時呢 其實口袋名單大家都會有 你可能會有很好的朋友 很好的同學 跟你無話不談的這些好同事好朋友 其實當你有做出你要創業 或者是你需要業務性質 你需要把這些你的目標族群鎖定的時候 事實上你的口袋名單 其實可以立即的產生哪些朋友 哪些客戶是你可以直接聯繫他的 那這個部分 其實就可以把我們的身邊 你常用的通訊軟體啊 通訊的這些器材 比如說像手機通訊錄 LINE的這些好友名單 或者是社群軟體 臉書IG 你的好友名單裡面 你會發現其實 那些互動跟你蠻平凡的人 即便他可能是遠距離 有可能是外縣市啊 長途距離的 但是他會跟你互動的 這一種 第一類是這一種 當下是跟你最有關聯性的人 其實這個就是我們的隱藏的一個名單 比如說我把LINE打開 這個LINE上面有這個前面十個到二十個 代表的就是這個通訊名單裡面 代表就是這十個或二十個 是最近五天或甚至一個禮拜內 有跟我聊上三句話以上的人 他會列在這個名單上面 但是或許你可能在經營事業 你可能在做一些業務性質 想要邀請他一起來合夥打拼 但是你還沒告訴他的夥伴 這些就是潛在的客戶名單 這些就是你潛在的合夥名單 所以你可以從這些既有的名單上面去找尋到 這個朋友 這個同事 這個同學 以前跟我有一起打拼奮鬥的這一份情依在 你再去邀約他 來跟你一起創業啊 來跟你一起經營一份事業 事實上這樣的成功率是會非常高的 而且我們用過去的友情啊 我們過去一起打球 一起奮鬥 一起在考試拼功課的時候 其實會讓他產生這樣的共鳴 那當我們出社會 我們要邀約這樣的好朋友 一起來為我們未來的事業去打拼的時候 事實上他會回想到過去我們高中聯考啊 我們大學在期中考啊等等 或者是我們拼這個要考研究所等等的考試 他會充滿這種奮鬥的情誼 欸我的某某好朋友 現在邀我要一起來創造一份事業 而不是當一個死薪水的上班族 所以他會因為這樣 然後開始慢慢的 被我們這樣的氛圍給影響 當然啊 你找到了這些名單 找到這些名單 你不可能說欸 我突然這樣突如其來的告訴他 欸我要帶你來做一份大事業 哇天啊可能你的好朋友會因此受到驚嚇啦 因為在我們事業剛起步的時候 我們沒辦法說把我們自己未來的藍圖 你未來的美好一次灌輸給你的好朋友 所以你現在可以先從跟他拉近彼此的距離 欸我跟你先熱絡起來 找回我們以往過去一起打球 欸下課約打球啊 下課約唱歌啊 下課約圖書館念書的那種情懷 先把他找回來把他拉回來 用這樣的方式跟他聊聊天 跟他聊聊天 跟他拉回我們朋友之間的熱絡的程度 先從冷熟把他拉到熱熟 我們再來邀約他再來推薦他 一起來經營這份事業 事實上這個成功率會大幅的提升 那當然這邊也會提供給各位一個 一個非常厲害的秘密素質 各位如果你現在在看我的影片的話 你可以把它記下來 那這個數字呢 分別就是互動率的天數啦 就是所謂的1、3、7、10、20、30 那這個其實就是當我們在跟這些好朋友 在把我們的想要發布給他的這樣的事業訊息啊 或者你想把你的很好的一份事業分享給他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這個密碼 這個數字密碼 第一天告訴他一點點 然後再來第三天 而不是疲勞轟炸 我是每天早安啊 我告訴你 今天走啦 做事業賺大錢 哇天啊 他可能5天聽下來 不用說5天啊 3天 可能3天聽下來他會覺得 天啊我這朋友怎麼了 走火入魔嗎 不是好好的一份工作 現在想要創業想到發瘋了嗎 變成會讓人家有所畏懼跟害怕 但你如果是很很穩扎穩打很扎實的 你應該就是要把我按部就班的這些規劃慢慢的透露給他嘛 所以你剛開始先拉回你們之間的情感熱度之後 你再透過剛這個密碼學的這個數字 1、3、7、10、20、30天的這樣的東西 訊息一直不斷的給他 一直不斷的給他 讓他產生 對我們產生一些 開始有一些 過去的這樣的情感熱度拉回來 我們再來告訴他 告訴他 這樣的一份事業 值得你一起跟我一起來打拼 事實上 這一個做法也幫助我 在去年 自己投入創業的第二年 他幫我找到了非常多的事業夥伴 他幫我找到非常多事業夥伴 那其實我會利用這樣的方式 再去延伸出更多的目標族群 怎麼說呢 我找到你 你是我的朋友 那我會想辦法 再從你身上去找到我剛講的這樣的方式 這樣的方式的名單 無限的去延伸 其實很多朋友都會問我 我的夥伴也會問我 我的事業夥伴也會問我 喬兵我現在有名單 但是我不曉得怎麼做 或者是我根本就沒有人可以用 那我說你怎麼可能會沒有人呢 你手機拿出來啊 你有通訊錄啊 你LINE有五、六百個好友 怎麼會可能沒有人呢 所以我告訴他這個方法之後 他們卻用這個方法 的確找到他們非常多過去 跟他們以前非常熟弱的一些朋友 慢慢的歸來了 慢慢的我們一起 在我們的經營組織裡面 天啊 這個是找回大家過去 那種黏著度跟黏著情感 事實上這樣會讓我們再衝一份事業 你會覺得好有向心力喔 因為都是你以前 那些打拼奮鬥過去的朋友 會回來 那當然 你看我如果再延伸下去 我找到我朋友 我找到我以前同學之後 相對他也會有家人啊 我們再從家人再去做一些分享跟推薦 家人 我的朋友的家人 其實對我來講是陌生人 陌生人 當然他除了家人之外 他也會有他的朋友圈 他的工作同事圈 他也會有他以前的朋友 然後再來如果他興趣 有些人我們一般人現在 會在一些工作之餘啊 或者是你放學 課後之餘 都會有一些投入一些興趣活動 你可能會去打球 有人喜歡騎車 有人喜歡登山啊等等 你就會有你的車友 或者你的登山的山友 或者是甚至我們邀約打球的球友 其實這些都是你的 可以鎖定的目標族群 這個是你名單無限衍生 你的人脈無限衍生的 一個非常好的一個關鍵 而不是要我們直接去找陌生人 哇天啊 我如果是直接去找陌生人 我也不太敢 因為坦白講沒有任何一個人 在沒有受過這樣的 專業訓練的情況底下 他有辦法直接去路上 拉一個路人甲 直接跟他做這樣強迫的分享 跟推薦 路人甲 你走 跟我一起來拼這份時間 你誰啊對不對 那事實上 要做到這樣子 並不是不可能 當然前提你可能會需要 累積五年十年 在業界 在業務界 在我們的事業 各一個體上面 你可能有一些非常豐富的經歷 你才有辦法的這樣子 直接去找一個陌生人 去推薦他一個很好的東西 但是這個陌生人 他跟你非親非故啊 即便他當下願意跟你打拼 但是他跟你那一層關係 畢竟還是在陌生人的階段 你放心 你放心 把你的很多 可能是商業機密 可能是你掌握在手中的資源 你放心交給他嗎 還是你們可能要從陌生人開始 交交交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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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跟他深談 跟他做一些 心得上的交流 到變成好朋友 你才敢把你的東西 完完全全的share給他呢 所以 一般人 我們在幫這些客戶族群 幫我的夥伴 產生這樣的族群名單的時候 我通常都是直接會使用 家人朋友的這樣的關係鏈 其實這樣的關係鏈 到了第二層第三層 對我來講就是陌生人 所以你根本就不用上街去找陌生人 上街去找陌生人是最後一個步驟了 也就是說你真的 沒有家人沒有朋友沒有兄弟姐妹 過去同學一個人都不理你的情形 才會繞到需要到街上去找陌生人 不然你看喔 像我找到我朋友的同學 其實第三層關係 這第二層第三層 對我來講他就是陌生人了 所以我就不用再去街上很辛苦的去 去90度鞠躬邀請你 這是我現在在做什麼什麼 買賣什麼樣的產品 很棒 來推薦給你 推銷給你 不用不需要 我們只需要透過這樣的方式 的傳遞 很短的這樣的關係鏈的傳遞 對你來講就會在組織上面 或者是在你的經營這些組織行銷 或者是你在做事業 你的事業體的延伸 或者是你的族群客戶的延伸 將會是無限帶的這樣延伸下去 那當你如果掌握到這個技巧 掌握到這個技巧 其實你可以運用複製的概念 複製的概念也就是說 我交會我底下兩個到三個事業夥伴 我們出階段打拼的時候 用這樣的方式去拓展你的藍圖 拓展你的通路 把你的客戶族群鎖定出來之後 你就會掌握到你想要經營的族群 可能是女生族群 長輩族群 男生族群 中壯年族群等等的 用這樣的名單的羅列方式 就可以幫助你在事業起步階段 然後你的組織會開始擁有一定的規模 以上就是今天跟各位分享的部分 我們再做一個簡短的summary 其實在掌握這些客戶族群 或者是事業夥伴的來源 通常會建議大家用列名單的方式 那這些名單主要來自你的通訊的通訊路 比如說你電話的電話名單 LINE、FB、IG等等這些社群軟體的聯絡人 常跟你有在互動的 你 這是你的第一批首要的名單 而當你要跟這些人分享一份事業 分享你的產品的時候 你可以運用一組密碼 這組密碼就是1、3、7、10、20、30的天數的頻率 去把你的訊息發布給他們 不要疲勞的轟炸 最後我們要用所謂的關係鏈 關係鏈也就是說我找到這位朋友 找到這位同學的時候 我運用他的關係鏈也是相同的概念 他的朋友 他的家人 他的興趣圈的人 他的工作圈的人 這些第三鏈之外的關係 非常好掌握 非常簡單容易取得 但是對我們來說 他的確是個可以無限延伸的陌生族群 以上就是今天跟各位分享的羅列名單 找到更多陌生的族群的方式 希望對你在運作業務上 希望對你在拓展事業上 希望我們將來在運作組織行銷等等的部分 對你有幫助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謝謝大家 掰掰